有什么办法能让子弹转弯吗? 只需戴在手腕上的小小装置就能做到 欢迎来到史上最全留言验证节目 留言中间者第六集第一集 大家好,我是恩哥 今天要播出的是邦德特辑 首先要验证一则U9的007电影留言 Q先生在生死关头中 为邦德射击一只巧妙的表 伪装成一般万表 一旦邦德启动开关 即可产生超强磁场 虽然在电影中未出现 但邦德认为表的磁力 足以使坏人的子弹偏转 任何与磁铁有关的留言 都能让杰米开心 他收藏的磁铁数量可谓庞大 本次需要的是电磁铁 用铜线缠绕钢芯 然后通电而制成 永久磁铁无法开启关闭 但电磁铁可以 杰米替磁铁通电 用的电压是平常的5倍 使智能成为装入表内的最强磁铁 不过这么小的磁铁 真能使高速子弹偏转吗? 普通子弹是牵制的 无法被磁铁吸引 所以亚当做了一些钢弹 放入弹壳里 这倒也不算是扭曲事实 毕竟电影里的坏弹 也有可能使用穿甲钢弹 接着又展示了特制的设计靶 非常不错 背齐了007手表的复制品 钢弹 还有一只组织带地脚手臂 杰米和亚当准备验证之则流言 他们只能到一个地方做这个实验 流言圣地 靶场 为了每次瞄准都精准无误 哥俩做了一个遥控发射装置 那么来做实验吧 头领枪只是要检验子弹在不受磁场影响时的弹道 两颗子弹果真射中同一点 接着启动特制手表 看能否让子弹偏离轨道 磁力的测量单位是高斯 地球磁场的磁力约有半高斯 非品站的磁场磁力高达1万高斯 终结者制作的邦德手表是575高斯 一声枪响后 子弹穿过同一个洞 手表毫无作用 高速摄像机以每秒6000格的速度拍下子弹 证实子弹的弹道并没改变 但为了确定亚当再次近距离发射子弹越过磁铁 依然是笔直前进 再次穿过对照实验留下的洞 这则留言已遭破解 下面终结者要设法重现结果 看较大的磁铁能否改变弹道 子弹还是穿过同一个洞 电磁铁的磁力不够强 和所有优秀的特工一样 杰米早就有备用计划 拿出超强永久磁铁 女磁铁力最强的稀土磁铁 磁力高达近5000高斯 但数据还是无法使杰米满足 于是他让磁铁吸住160公斤重物 来确定这家伙的表现 子弹将不止穿越一两块磁铁 而是十块都可吸起160公斤重物的超强磁铁 这次哥俩都非常有信心 但着点稍微降低了一点 磁铁上完全没刮痕 通过高速摄像机可以看到 子弹往下掉 甚至还可以前后翻转 但最终还是射中了目标 邦德能保命的机会十分渺茫 看着垂头丧气的杰米 亚当微微以下送上爱的礼物 直径相同厚度三倍的女磁铁 加上这三块总磁力高达6万高斯 最后一次射击 子弹掀起胶带终于偏转 他们使用了13块超强磁铁 才终于使子弹偏转 但也没能让其停下来 这个装置绝对不可能让人戴在手腕上 这则磁力压制洞里的流言破解了 三人众要验证的流言 来自007系列的皇家夜总会 电视中邦德被逼入险境 6米外有一个瓦斯桶 P99型90手枪开了一枪 引发巨大火球 然后趁机逃走 这是邦德惯用的招数 验证这则磁力压可不能胡来 来到阿拉米达试报场 三人众立即搬下一个空筒 然后架设安全屏障 首先得了解子弹能否射穿瓦斯桶 凯利站在6米外 发射毛色P99手枪 用的枪和距离瓦斯桶的距离 都和邦德一样 但结果却大不相同 两次射击子弹都没能贯穿钢筒 这则流言基本上已经破解了 不过万一邦德的枪 是特制的穿甲枪呢 所以三人众搬出散弹枪 只差一点点就能完全贯穿钢筒 为了严谨 凯利要求使用步枪 结果一如所料 步枪完全贯穿钢筒 在上面打出两个洞 三人众又搬来22加仑高度 易燃瓦斯 钢筒高达1654千% 单单是这个钢筒就能杀人 于是他们把钢筒固定在地上 站在安全距离外开枪 再把老兄打扮成邦德 放在瓦斯筒6米外 这回凯利要用强大火力的步枪射击 高速摄影画面显示 穿甲弹轻松射穿瓦斯筒 但结果没有引发爆炸 三人众破解了这则瓦斯筒流言 但他们能否找到 可引爆瓦斯筒子弹呢 什么子弹能燃烧呢 没错 夜光弹 枪械专家认为开一枪是不够的 可能得两枪 一枪打穿钢筒 再补一枪点燃冒出的气体 第一发夜光弹击穿钢筒 射穿大量瓦斯 接着射击第二发第三发 但都没有使气爆炸 任何子弹都无法制造邦德式的大爆炸 气急败坏的三人众直接上炸药 找来炸弹技师尼尔森 老兄站在距离瓦斯筒6米的地方 众人推到安全的防暴屋内 接下来就是见证艺术的时刻 这才是名副其实的霹雳弹 尼尔森只是添加了足够的爆裂物 使瓦斯筒破裂点燃瓦斯 其他的全部是瓦斯的功劳 这场爆炸肯定将老兄的一线生机摧毁殆尽 三人众今天的收获颇疯 但留言并未结束 因为还有一种子弹没有用 燃烧弹 还记得杰米搞来的格林机枪吗 没错 就要用它来射击燃烧弹 燃烧弹的尖端和中心天装可燃材质 会以高奔燃烧 一切准备就绪 开始射击 第一批燃烧弹射中目标 瓦斯几乎是立即起火燃烧 子弹也是燃烧弹 这两样东西邦德都没有 三人众以皇家风格破解了这则留言 三号电视留言很有趣 生死攸关中快艇追逐戏 无疑是007影史上最精彩的一场戏 在路易斯安那州支流 邦德驾驶游艇冲上低岸 飞越堵截他的警长和警车 然后安全落在水面上继续逃走 中间者要先做小规模实验 亚当某足全力动工 在地板上做出一条迷你支流 用的材料有脚材 交合板和防水布 杰米拿来钢梁做模型鞋台 一切听起来都很简单 很快支流模型就做好了 花了很长时间来联系遥控船的操作 船若没有正面冲上鞋台 成功的概率就是零 在亚当的不懈努力下 杰米终于看到了差不多的结果 从模型船上学的东西都差不多了 该进行全尺寸实验了 中间者要驾驶全尺寸快艇 快速冲向架在水面上的鞋台 转成奇迹似的飞跃20米 越过下方的舶船 那之后船还能安然无恙吗 这艘船几乎完美的复刻快艇 是仿造邦德所驾驶的 1973年格拉斯顿GT150快艇 但有个小问题 保险公司不愿意让杰米或亚当登船做实验 亚当只能改装船艇 以便能遥控油门和船动 杰米计算后得知 船若以时速70公里前进 18度的倾斜角度应该能使船飞越20多米 但想在湖中央搭建这么大的鞋台不容易 有时候最简单的计划也会出现更大的差错 众人搞得鞋台基座四脚朝天沉到了两米之下 这是一场意志力与水的战争 团队顺利将旁架翻正 亚当下水直到修复工作 鞋台终于慢慢成型 犹如一个巨大的钢铁组合玩具 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了 亚当的注意力回到遥控船上 这艘船除了适用遥控的 其余部分皆与邦德的船相同 这项流言实验的成败 全看亚当能否让船 以适当的速度正面冲向鞋台 他只有一次机会 把老兄放到遥控船驾驶座 资料显示 在拍摄生死游关时 特技小组撞毁了17艘船 练习了上百回 才完成这项快顶飞越 只有一次机会的亚当 如果没有成功 那就相当于浪费了大家的时间 这让他压力非常之大 但有压力才有动力 让我们开始实验吧 亚当将船速提高到每小时70公里 船头正对鞋台冲了上去 飞越中间的车子砸进水面 这项实验无疑惨高滑铁炉 亚当理应让船正面装上鞋台 接着船应该会飞上半空 越过在那里等待的警车 然后落在鞋台的另一头 但在最后一刻 亚当操控失准 他们验证这则流言的机会 也跟着栽了 虽然没有成功完成飞越动作 但终结者可以勉强为流言下个结论 船虽然翻了 但并没有什么损坏 那就证明这则流言有此可能 以后也许会重新做实验 敬请期待 本期流言终结者用亲身实验证明了 邦德的磁铁手表无法控制子弹 他的小手枪不能引爆瓦斯桶 倒是驾驶快艇飞越障碍 有可能做到 今天流言挑战到这里就落下帷幕了 小伙伴们如果听过有趣且可信的流言 欢迎在评论区流言讨论 欢迎大家关注安哥 我们下期再见